每天 等一下 平衡 還可以再找找 平衡上還是存在很大的問題 平衡其實就是平衡 平衡但是我們說的是 說得更多叫協調性 協調度 一個動作好不好看 它取決的是這個動作的協調性 協調度 每一個角度它都是有講究的 這個平衡對於每個人都不一樣 有人有這樣的平衡 有這樣的平衡 那樣的平衡 要每個人去找屬於他自己最適合的平衡 對 而這個平衡它需要長時間的磨練打磨 而不斷地練習才會有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 比方說rap的那些選手 因為他們很容易急 包括像freestyle在現場秀的時候 它是沒有節奏的 所有的flow rhythm和他們的punch line 是他們自己控制的 什麼時候給我們punch line 什麼時候給他的flow 讓我們帶進去 但是因為他每個人他急 你知道嗎 因為他知道這個 表演機會又可貴 又想表現好 最後呢就把所有其實它有的一些東西 因為緊張 就全部把它給蓋住了 這還蠻可惜的 你已經把這個歌的風格 concept已經放在這了 所以讓我知道 這就是一個非常性感的歌曲 你自己也寫了詞 也做了top line 你的做了曲 melody 你的旋律 我覺得是算一個比較完整的表演 這其實不是自信了 這就是 因為這都是很基本的 我了解的東西也就是 因為很基本的東西 很基礎的東西 也不能說以後幫他們來 做得怎麼大 怎麼厲害 這些因為我只是 想成為一面鏡子 就是告訴你說 其實大概你可以是這樣的 你可以從這邊以後 你可以看到自己真實的自己 在別人眼中的自己 然後如果他們能夠通過這面鏡子 能夠更加努力地去練習 然後去找到自己的不足去發展 那我覺得我們還是 蠻有意義的這個位置 不夠好 基本功不夠紮實 明明可以用這四年時間 可以讓自己變得更好的 可能對你其實還是抱有一點期待的 對 我覺得這要說一下 我們的導師團隊 我們導師團隊 每一個人都非常的認真 對於每一個選手 每一個練習生來說 他們都是給最好的意見 他們其實我們肯定 那天大家都很累 時間也非常長 但是沒有一個老師說 我有點累了 我想休息一下之類的 沒有 每一個老師都在用他們最專業的 對於專業領域的判斷 對專業領域的知識 去幫助每一個練習生 我覺得我看了非常非常感動 所以我說要是我也有這樣的 一直為他們著想的這樣的導師 一直這樣陪著我幾個 幾個月的話 我很開心 因為這些歌那個時候 只是飛行嘉賓 這些歌飛過來的時候 他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你給自己一些時間 給自己四年時間 自己去沈澱一下 可能會比現在更好 我就真的說完以後 我就去到海外 就給了自己一些時間 正好就是四年多的出得到 所以還蠻 還蠻神奇的 我練習生的時候 那個時候因為跳舞不進展 然後想要趕快跳得比 跳舞跳得最好的人還要好 先綁沙袋跳舞 綁之善 因為那樣綁了大概有一年半兩年 將近兩年的時間 綁著沙袋去跳舞 就比別人可以多練三個小時 就可以 感覺就可以比別人多練兩天 還要好一點 哭啊 哭啊很正常 對 好像是在練舞的時候 練舞的時候那個時候 跟老媽打電話的時候說 也是有一些這個情感 但是在這一塊我倒是想說 哭不解決問題 我更加希望的是 把這些哭的這些力量 去化作練習的動力 去把自己的舞台表演好 你下來 我雖然會去安慰他們 但是其實我內心想著說 為什麼不珍惜呢 你就只有這一次的機會 可惜啊 優質練習生我覺得首先是 做一個好人吧 第一點做一個好人 第二點 就是去做 不管什麼你有什麼想法 但是一定要去做 你不能只能想 第三點我可能覺得是 享受 享受 享受所有你努力 你自己的奮鬥 帶來的所有的結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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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